上个星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了 大学通用文术的第一题 那么提供了好多万里写作的工具箱 解题的方式以及秘诀 那么今天我们将延续上个星期的题目 有关于成长背景 身份认同 活动兴趣 才华能力再次请到了 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两位律师 继续教大家解题的一些技巧 欢迎梁华里律师还有萧惠里律师 欢迎 那我们其实每一次来到节目当中 都有很多的资讯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上一次稍微提了一下 就是关于成长背景 身份认同的一个写作的解题技巧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 是 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你在写作的时候 学生的心理素质 还有家长的心理素质 两个要互相配合 学生不要害怕 对会怕到不知道怎么下笔 对你越怕 你就越不知道怎么下笔 因为这时候你在你脑子里面 想太多 在Edit的话 在脑子里是不管用的 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学生 不要害怕 你就随笔写 像我们的写作工具箱 就会教你很多 用场景开头啦 待会我们要讲的一个例子 那对于父母来讲的话 就是不要啰嗦 对啦 这个很难就是了 父母亲总是会在旁边交集担心的 你想想看小孩已经不敢下笔写了 父母又说你这个不可以写 你要写那个啊 哇这个那个的 小孩子更不敢写了 这个就是限制更多了 对不对 是是 所以呢我们通常会这样子鼓励小孩子 还有跟家长 比如说呢举个例子 这个是属于 也可以写你最佳的才能 跟我们UC的第三个essay 你最棒的才华在哪里 是不是可以相呼应 那我们这时候跟父母沟通 就是说 因为呢父母总是说 啊我家儿子好懒哦 都是开始讲这种话 那我说不行啊 现在我们要帮助 我们的这个小孩子来写 那这样子好不好 那请问这个林太太太 你讲一下你们家儿子 有什么最棒的才华 因为他也想不出来 那他是你儿子啊 你讲一讲 哎这个时候妈妈 就认真的想一想 就开始讲他的儿子的好处 儿子这时候呢 这个简直是该笑也不是 该哭也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事实上是 亲子沟通的 最好的一个时机 就是打开了这个大门 因为其实我们华人 总是觉得谦虚才是美的 对不对 然后夸自己的孩子多好多棒 不是我们大家平常会做的事情 但是在写作这个 文书上面 其实这个时候真的要去挖掘 展现你平常觉得这是很普通 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亮点 你自己都不知道 是的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的方法 是心理素质 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sample 我们sample你是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很好的 essay 因为你长大的时候都有觉得 我到底是什么 特别是移民 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美化 我是这里长大的 我应该是中国人 我还是应该是美国人 我还是在美国的华人 大家都需要有一个阶段 去找出自己的identity 对 要去定位啦 其实尤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其实要定位 其实是还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很多纠杂纠纷 自己跟自己纠纷 那这个例子呢 他是在国内长大的 来这里读 九年级 九年级读高中 那他妈妈后来嫁给一个白颜 这更复杂 所以他变成继父 那回来到美国 三个人通常在吃饭 那他一开始就跟继父讲英文 那后来又跟妈妈讲中文 那吃的东西又不一样 刀叉也不一样 筷子也不一样 到底我们今天 我们是吃BBQ 还是吃鲜肉饺 是吃饭 还是吃烤鲜 对 其实蛮有意思的 所以就从生活的小故事 开始讲起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描写的开头 就是可以 万里写作工具 用去教你 描写场景 你describe你们家的dinner table 读者就会有一个画面 在脑海里 对 describe the table 那也许 你知父说一句 那就可以再describe 他想在什么 但是有些话 他也说不出来 所以就是可以表达 他的自己跟自己的纠正 自己跟自己的conflict 这时候 这个纠结 对 这时候有conflict 就有的写 就有感情在里面 然后写出来 就有这个价值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 事实上很容易上手 对因为其实 从你们入题的这个方式 就有非常感觉上 好像其实是很平淡的一个事情 就是吃个饭嘛 然后但是这里面 就有很多很多的 一个冲突在里面 一个矛盾在里面 这也显示这个孩子成长的时候 他对自己的定位 自己的想法 就会产生了一个冲突跟矛盾 这个冲突矛盾就变成一个看点了 从这个故事来讲 就是他成长那个过程 他可以 也可以说他要碰到困难 碰到困难 要怎么克服 对 所以这两种文化道德都有了 你的background 你的identity 是不是就回答问题了 对对对 这很有意思 就是说一方面 你能够去回答这个问题 那一方面呢 也可以说故事 另外也让这个审核官了解 你这个人的多元化 性在哪里 然后呢可以更了解说 你这个人是非常独特的 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想要的 就是高等教育法 没错没错 所以呢 其实我们接下来 还有更多的一些 这个范例要跟大家参考 其实这真的是很有意思 因为你说光讲这个解题技巧 讲其实确实是有道理 但是呢 如果你用能够用范例来解说的话 其实呢会让观众朋友们 更能了解说 其实没有这么的困难 对不对 孩子们不要怕 家长们不要太啰嗦就好了 OK我们稍微休息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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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